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后山位于粉岭二笔,轮近龙若头和军地,前身是驻港英军军营,08年之后政府收回土地用作发展,2015年政府宣布将王后山土地兴建公营房屋。 在2021年,王后山村和山丽苑正式落成,车站就在2022年体用。 王后山车站是室内车站,设有通风系统,车站设计晴湖老营,采用脚刺式上落月台,一共有6个。 这个设计令到停泊大型巴士要使用的地质比减少,可以有效使用土地资源。 车站的设施就有两间巴士公司合用的站长室和休息室。 还有轮椅上车区和视像人士专用街砖。 交通方面,有78A线巴士前往粉岭站,途经龙若头和粉岭中心。 凌晨就有N78线,由上水来回沙头角,途经王后山车站。 要去上水,就有78B线前往彩原村,只会在上下午繁忙时间服务。 路线会途经恩胜苑、凤营仙馆、青河村和北区医院。 如果要去荃湾,就有278A线前往圆芯广场,但只会在星期一至五六日公众假期局部时间服务。 路线会途经长华村和唐坑。 去九龙东叫华,就有78A线前往彩德,途经大老山和观塘商贸区。 星期六日就有78C线,经观塘道、海滨走廊,直到彩德。 早上就有78P线,经大老山、九龙湾,直到观塘游泳池。 要出西九龙一带,就有79A线,经旺角、深瑞堡,前往长沙环金船街。 星期一至五的上下午繁忙时间,就有79P线, 螺黄西九龙站,途经游尖黄。 如果要去新界西,星期一至五繁忙时间,就有56A线, 螺黄屯门青田村,途经联和区,天平村,上水站,兆康和和田村。 要出港岛,上下午繁忙时间,有两条巴士线,螺黄中环香港站。 679线,会经东瑞、北角和螺湾。 而979线,会经上环和金钟。 其他交通方面,在黄后山车站对面,就有市区和新界的士站给赶时间的人。 而在龙马路的进头近山历院对出,就有小巴503K线, 来往上水汇,会途经龙若头,天平村和上水站。 而小巴503线,就来往北区医院,途经龙若头,天平村,上水站,石湖区和保石湖村。 施政报告曾经提出,轻建北还新沿线,接驳新界东北。 王后山将会拥有其中一个铁路站,连接粉岭和香园围口岸。 但以东北部目前的人口数目,足不足以回报到铁路基建的庞大投资呢? 之前提过,王后山前身是驻港英军的军营。 在97年主权移交之后,军营部分建筑物成为历史痕迹, 包括这个在60年代兴建被居家兵参拜的印度教廟。 独特的建筑,可以见到港英政府当年相当尊重不同种族的宗教和文化。 如果不是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, 相信我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痕迹。